同家,常常性感恩 根据周端报导出众手的疑似就是TVVS董事长张孝威 因为不满李涛长期担任基金会董作 要求关怀基金会不能再使用TVVS商标 否则将提高 你也可以来参加这个简讯文学 方说喜欢写这种活性文的这种文学 是非常有合适的 根据周端报导TVVS董事长张孝威 想拿回基金会主导权 三年多来先是要求基金会 搬离总部接着删解预算 再向李涛争取三席董事会 但李涛没有回应 既然既存证信函要求基金会改名态度似乎强硬 不过这件事也引发稳定议论 是否背后主导人就是宏达店董事长王雪红 对此TVVS表示基金会虽然捐助人 但是独立财团法人 不能使用TVVS商标 已经在7月6号由律师罚函 向基金会提出移除商标 否则将提名市及刑事诉讼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看到你在那边跟同学分享 做一次创目教学 李涛2013年线下主席帮 专心做工艺专题及忙于基金会 如今遭劳动家要求撤名 看来基金会网站上 TVVS商标已经悄悄更名 对此基金会因为开会中 解考前没有回应 根据了解TVVS关买台湾基金会 在1999年成立 靠着TVVS招牌 基金会每年都能获得3000万捐助 比他过去是TVVS的政台之宝 现在却因为基金会问题 似乎和老中家渐行渐远 谢谢页志雄 成文军台湾报道 美国的选择